都拿著黃色聽台灣旗幟 從左到右 藍綠白三黨秘書長 還有時代列揚黨主席萬宛玉 齊聚參加中華英雄大遊行 加油 國內斯大主要政黨在台北賓館前 同心迎接棒球英雄 每一位台灣英雄都是我們的驕傲 台灣No.1 我們都是台灣隊 但所有的榮耀 歸給我們今天所有的中華建合 愛棒球的心超越界線 也許總統賴清德指示 要廣邀朝野都能參與 只是在畫面工訊上 卻難找到他們身影 或許也是主角式球員 所以萬眾一心挺中華隊 但朝野在立院就沒這麼好聲好氣 真的是呼籲也拜託 在體育預算上面 真的請朝野立委 想想那個感動的時刻 如果預算迟迟不過的話 有很多的新興計畫 也都會受到影響 喊話在野別黨總預算 否則會影響到明年2月 開打的經典賽經費 1月21號之前 我們就會完成中央政府 總預算的審查 這既不會去影響到明年的經典賽 資深的立法委員蔡其昌 淪為側翼的一個帶風向放假消息 真的大可不必 拿出當前民眾公民祭出 別在黨總預算 另一頭有立委提案 將奪冠的11月24日 設為台灣棒球日 也完成連數 這個是紀念日不是放假日 希望說能夠紀念我們的棒球 得到了世界的冠軍 用行動來提案紀念這天 屬於台灣榮耀 TABC文童俊俊宣 台北常報告